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 人都喜欢美丽 而最美的爱 最美的约在哪里呢 希伯来书第九章 让我们看到天上 那个最美的圣索 最美的祭物 最美的祭司 是基督所成就的 这将继续对比了地上 与天上圣索 在地上的圣索 是人手所造的 是属世界的 是真圣索的影像 是预备的账目 有前约的条例 有第一层圣索 第二层至圣索 有香炉、约柜、玛纳的罐子 亚伦的帐、法板 等等的条例 但在天上的圣索 是天堂 是更大更美的账目 基督已经来了 现在上帝的面前 那是最美真正的圣索 不但如此 我们对比祭司 大祭司一年 只有一次进入至圣索 表明 人进到至圣索的路 尚未显明 但 我们却看到 将来更美式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行约的中宝 为我们受死 赎罪 就要蒙昭的人 得着应许 得着永远的产业 更美的祭司 进入至圣索 为我们 开道路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而我们对比祭物 在旧约 人 透过牛羊的血 叫人成神 但基督用自己的血 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 他的宝血洗净 人的心 除去我们的死刑 让我们可以侍奉 永生神 血 是利约的凭据 而天上的物用 更美的祭物捷径 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地上 大祭司 是多次每年 进入至圣索 但 天上 耶稣基督一次 进入至圣索 成就了 永远赎罪之事 无需 创世以来 多次受苦 莫是一次显现 献为祭 除掉罪 按着命定 人人一死 死后有审判 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被献 是担当罪恶 第二次来 是为了施行拯救 最美的 是 是耶稣基督 最美的祭 是耶稣基督 最美的圣索 是天上 神为我们 预备的天堂 我们来祷告 主啊 全力打开我们眼睛 让我们看到 最美的在耶稣里 让我们看到 最美的圣索 最美的祭司 最美的祭物 洗尽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圣洁 逃生喜悦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给你看看